靈魂的力量成就生活的美學 大家好我是覺醒研究所的Tim老師 那又來到我們12月的神明提點囉 那我們來看看12月神明想要給我們什麼樣的訊息呢 好 又到了我們三選一的時候 那這時候你的腦袋底直線的數字是1、2還是3呢 那幫我選一個數字吧 好 選擇第一組牌的朋友呢 這個月的幸運指數3 可行 那這個月呢 神明想要告訴你說 這個月你會有很多的重大的決策 可能像是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 那這個重大的決策呢 都是逼得你不得不前進 那這時候你可能會覺得有很多的挫折啊 或者是困難甚至是麻煩 但你一定都要咬著牙忍過去 努力堅持下去做 那這個關卡過了之後呢 你明年的運氣會很順很旺哦 再加上因為是12月份的關係 年底了優點在運勢轉換 或者是節氣轉換的能量上面 所以呢 記得堅持下去 你明年會更好哦 第二組牌呢 選擇第二組牌的朋友啊 這個月的幸運指數會有五顆星 那這個月呢 關於感情或者是交友方面呢 你的魅力指數會爆棚爆好的那一種 但是呢 相對的這個月 也是要讓你做抉擇的時候 不管是在交友或者是感情上面 你都要勝選 那就算你不想做選擇 冥冥之中也會有一股力量逼著你不得不前進 你一定要做出一個選擇 對 所以在這個月份呢 對你來說最大的課題會是在做抉擇這件事情上 那不管做什麼決定都好 你只要想清楚就好囉 好 選擇第三組牌的朋友呢 這個月的幸運指數一顆星 那這個月來說對你應該會有很多很多的負能量級情緒 那其實啊 這個月份你會一直糾結在自己的過去 回憶 或者是過去曾經受過的傷 種種的 那你可能會在這個月份有點走不出來的跡象 那其實這個時候啊 主要這個月份你要自己想通 那你也千萬不要去聽身旁朋友的意見 因為這個月份呢 靠近你的能量都是負能量居多 那靠近你身邊的朋友呢 都會給你比較不是那麼OK的建議 就像白雪公主的老巫婆她給你一顆毒蘋果的概念一樣 那吃下去就會 嗯 所以這時候身旁的朋友如果給你太多的建議呢 你就緊攻參考就好了 但至於怎麼做出決定還是取決於你自己 那這個月如果說你的情緒跟能量上面真的走不出來的話 你也可以尋求我們專業老師的諮詢 那看看有沒有什麼解決方式可以幫助到你這樣子 好 那以上12月份 這是神明要給我們提點的訊息了 那這個月的提點呢 有點像是在幫助大家過課題的感覺 所以你會覺得說 欸 好像聽起來好像大家都沒有那麼好 那可能是因為年底了 再加上要接近明年過年了 節氣再轉換 所以會有很多時常或能量上的不穩 那這個月份以上神明給你的提點呢 大家就好好的注意及關便的狀況 好 那這個月的神明提點就這樣子囉 我們下個月見 掰掰 掰掰